中国央行确认恒大只是属于个别问题 股市也终于为此长输一口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恒大在过去两个月一直占据着金融市场的头条 大家都担心恒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雷曼兄弟 导致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潜在的爆发 在上周五的时候 中国央行金融司的司长终于出来澄清 目前虽然恒大的问题比较严重 但是它依然是属于个别现象 因此不会对于整一个金融行业造成巨大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谈话中 着重说到了三个方面 第一 恒大的问题目前在房地产行业只属于个别现象 经过过去几年 央行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 目前房地产的行业总体是健康 第二点 恒大出事只是由于其咎由自取 那么近年来说到是恒大由于管理不善 未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改变其经营方针 依然是盲目的扩大以及盲目的加大其负债 导致现在的财务指标是严重的恶化 最终是爆发了风险 第三点 说到 恒大现在就算是真的之后是没有办法偿还爆雷了 那么其对于中国国内的金融行业的风险也是可控的 因为它的债务目前是较为平均的分散在多个 或者是非常多家的金融实体中 因此对于单个金融实体不会造成真的像市场上所传的要破产了 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失业了 这是不太可能 所以这三点表达完之后 央行另外说到 希望之后有关部门将会根据法制化和市场化的原则 依法尽快处理恒大之后的工作 同时也让恒大尽快的处置其债务危机和恢复其目前的楼盘的生产和建造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 一 央行给出了一个态度 就是恒大你别觉得你非常的大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恒大市场上爆出一封信 公开信 上面说到我欠了多少多少的钱 如果到时候我破产了 可能会导致多少多少人失业 多少多少产业受到影响等等 换句话就是你得救我 你不救我的话有很多人没饭完 现在央行给出的态度就是 我们不会按你说的 一定要全部来救你 你真的挂了 你放心 不会有这么多人失业 整个系统也不会因此而倒 第二点说到 人大你现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 不是所有的房地产公司都像你这样 因此银行系统对于目前财务指标还比较好的那些地产项目 依然会贷款 该贷款的贷款 该放学的放学 第三点就是要求 恒大你要尽快的断币求生 当年王健林 他的公司下面 为了当时生存 也是砍掉了几百亿的项目 出卖了很多的资产 现在恒大出问题了 该砍的砍 该卖的卖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你要是再是磨磨叽叽的话 到时候整体垮掉 那就是没人来管你 央行这番话 说完之后 其实股市因此并没有大跌 反而是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尤其是几个板块 一 银行板块 二 地产 三 铁矿石和钢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央行表态之前 大家都不知道 恒大如果真的出事了 对于整个股市 金融市场和银行来说 有多大的连带性风险 会不会像一个多米诺股牌一样 倒了第一张 后面一排都倒 现在官方出来表态 说明 恒大我们已经计算过你潜在的风险 你要是真的全挂了 它的影响也不会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 目前说明呢 央行已经和地方不同项目的这个级别 和政府那边已经谈好了 要是恒大真的接不上 那么众多的国企和地方的其他的企业 就会来自动接上恒大这个盘 让老百姓呢 放心 你花了几百万几千万买的这个房 虽然现在没有交割 如果真的恒大挂了 之后会有人帮你造好这个房 这样来说的话呢 就是保住了最大的一个风险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告知 中国A股的银行系统 以及像海外的银行系统一样 恒大虽然很大 负债有几万亿 但是它如果真的倒了 对于整体的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不会出现2008年 像美国的雷曼兄弟 这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 这样一来的话呢 也给股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我们也看到 自从这个恒大的危机 逐步逐步现在降温之后呢 铁矿石价格也从最低风时期的 650人民币一吨 目前涨至最高时期的780 涨幅接近于30% 我之前也说过 虽然说铁矿石价格 从750跌到最低的600多 跌了超过50% 但是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经济只要再继续发展 对于资源的需求 还将会是一个持续的状态 因此我个人觉得 像澳大利亚的铁矿石 能源包括煤炭等等企业 他们吃得饱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无非就是呢 到底是吃得饱 还是吃得好的问题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